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用刀子削去过老的地方 用手摸起来很粗糙的都是要削掉的 底部由沾到泥土的部分也要削掉 削好后的麻竹笋剩下白嫩的笋肉 将麻竹笋切成三大段 然后顺纹切成片状 顺纹切酸笋比较有口感 因为腌漆后口感会比新鲜的竹笋稍微软一些 然后把片状切成条状 一样要顺纹切 将切好的笋丝放入水中 自来水过滤水都可以 不必用煮沸的水 需要花点时间把麻竹笋切成丝状 通常我会把整根麻竹笋都拿来做酸笋 如果想喝笋汤 建议笋煎的部分最嫩 可以拿来煮汤 让笋丝在水中浸泡30分钟 像这样水有点发白的现象 浸泡可以帮助把竹笋的苦味去除 将泡好的笋丝捞出来瀝干水分 瀝干的笋丝放入消毒过后无油的玻璃桶中 这是我常用的泡菜桶 容量是1600ml 我觉得非常好用 容量又大 拿来做酸笋很适合 在叠入笋丝的过程中 尽量将笋丝压紧压实 挤压出多余的空气 避免产生太多杂菌 这样不仅放得多 而且在倒入水时也比较不空洞 也可以增加酸笋的脆度 笋丝我会放到9分满 这样盖上盖子的时候也会有压实的作用 加入热水淹没过竹笋 用热水来淹酸笋 可以让做出来的酸笋外表更白 而且可以去除笋子的苦味 这是我做酸笋好吃的秘诀 加入盐90克 今天麻竹笋3000克 总共盐的用量是90克 是竹笋总量的3% 我觉得这个咸度刚刚好 盐也不能放太少 否则酸笋会比较容易失败起泡 用干净的汤匙将竹笋跟盐压下去 竹笋一定要压下去 水要淹过竹笋 水是热的 盐一下就融化了 剩下的笋子 我会用另一个玻璃罐装 笋子装罐的时候 一样要压紧实 加入剩下的盐 加入热水淹没锅竹笋 热水的部分不要用纯水或熬 用一般的水来煮 不用担心太满 水一定要淹没过竹笋 酸笋在发酵的过程中 不需要开盖排气 不会像做韩式泡菜那样 产生大量的气体 而且热水下去之后 竹笋也会往下沉 用干净的汤匙将竹笋跟盐压下去 竹笋一定要压下去 水要淹没过竹笋 让它静置放凉 用手摸一下玻璃桶 看是否降温了 放凉之后就可以盖上盖子 让酸笋在室温下发酵 夏天放室温约三至四天 冬天约放一个礼拜 就可以发酵完成了 制作过程中可以开盖观察 试一下味道 如果发酵的太快 放入冰箱可以抑制发酵的速度 因为如果发酵太快 会导致笋子的质感不好忽软 喜欢超酸的人 可以多发酵几天 到你喜欢的酸度 再拿到冰箱冷藏保存 冷藏保存 一至两个月内 尽快快速吃完 这是腌制三天的酸笋 有着淡淡酸笋清香的酸味 就是酸酸行咸 酸香酸香的味道 湯汁呈现乳酸菌的乳白色 酸笋这样的做法 是属于活菌乳酸菌的发酵 有别于一般传统高盐腌制品 是义菌类的发酵物 把酸笋用干净的密封袋装起来冷藏保存 不建议放入冷冻保存 冷冻保存 会破坏酸笋的组织结构 酸笋吃起来会软软的 没有口感 腌制的汤水 我会另外用塑胶袋包起来冷藏保存 用来煮酸辣汤或酸笋鱼汤 或者是用来做酸辣鱼火锅的汤底 也是非常的好吃 可以充分使用完全不浪费 下次会做一道云南酸笋炒肉丝 非常开胃又下饭的一道菜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